那麼長榮行跟自身來講這兩支個股 它是法人是在買 投信是一直在買 但是它的融資也增加 所以在股價走勢上來講 難免會因為像長榮漲多了會有一些震盪 那麼自身來說的話也是融資增加之後 股價似乎就有一點不像過去那麼的順暢 所以投資朋友去選這些股票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說最好是融資目前下降 然後投信持續買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基本面來講 它第三季的營收獲利數值不錯 而第四季又有成長可期的 從這兩個角度去選股的話 基本上現階段就不一定要去看別人的臉色了 這話我稍微插播問一下 因為聽到郭大哥 我們把那個集中市場三大法人 真的這一兩天這陣子 發現到說那一次不捧場了賣股票 真的是他賣的比較多 反而投信偶爾買或小賣 今天我掌握到一個是 小賣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說今年都快結束了 不過聽說那個前三季投信的績效 做得不太好 尤其在第三季 現在已經第四季了 第四季的倒數第二個月了 所以大膽假設會不會 第四季的11月份到12月底 投信會密集的拚了命的作賬 要讓今年好看一點點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好像這個孤掌難明 我想這個投信的心理 一定是跟瑞涵的想法一樣 這就是很有為的這個經理人 不過其實如果仔細看 投信最近的這個動作 他們賣所謂的這個看好的一些股票 也並沒有很成功 我舉例來講 在這個iPhone6上市之前 我想不少投信壓了不少的 其實坦白來講 這次看起來並沒有很成功 反倒是我倒認為說 最近這一個禮拜以來 友達幫了不少的忙 對 我覺得 所以剛才瑞涵講了說 想要拚的命 可是有的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 你看這個友達 你說你再怎麼買 我想以投信的力量 或者說我們贏 因為這個不是單一的法人 可以去主導的 就外資也是大買賣為主對不對 稍微補充一下 在台灣可以買到138檔 關於台股的股票型基金 那這138檔股票型基金 到目前為止的績效 其中有137家 全部輸給0050 你看吧 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該打屁股了 投信績效真的做不好 對不對 在今年 對啊 所以0050 什麼事都不要做 一般的投資人 你只要乖乖的去買0050 你的績效就排名138名的 第2名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沒有 我覺得投信 因為過去傳統上來講 投信對於中小型股的操作 是很犀利 對 那並不是說投信 它現在就一定不犀利了 而是因為現在有的時候 我們股票稍微兇一點 好像有新的規制 就是說你太會漲了 你就自先變紅的 對 那你如果再漲呢 你說警示股 對 有的時候會有類似的情形 OK OK 好 所以有的來講 就是投信的績效 它稍微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慶龍問一下 如果我覺得就像您說的 不要硬做 如果說現在的沙盤中心 是在貴買中心的中小型股 甚至是中小型的高價股 那會不會 聽仔細了 投信乾脆發現到這一個現象 轉而去買你剛剛說的 集中什麼都不要碰 就買一些大型的 或台灣50 來幫它績效拉抬一下 有沒有可能 他們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它上面的老闆說 那我要你幹嘛 對 我覺得那個壓力才是更大的 所以其實投信今年到了 第四季也不好做就對了 對 這個目前為止 是我們看到這些數據的表現 我現在目前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 這些基金女人 明年可能腦袋都會被換掉 所以 就是正華的結論 那該怎麼辦 我為什麼問台灣50 請看外資今天的買超 外資也發現到 我買那麼多 結果套著套 然後賠著賠 乾脆我就回頭買台灣50 買超第三名 外資投信你去看投信的買 沒有買台灣50 所以你看它怎麼料 就是這樣 怎麼虧的 所以快速報告過 今天外資投信同買超的 開發金 細品跟長榮海運 那同賣的也是三檔 偽創大連大跟日月光 我昨天的另類觀察 當外資投信同買的檔數 跟同賣的檔數差不多或很少 行情就不怎麼有行情 你看最近四天都這樣 今天就是3比3 我們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就帶您去另類的觀察 你知道每一年度大概都會有內衣秀 維多利亞內衣秀是全世界著名的 但是想不想看今年重點在 一件內衣 女生的喔 內在美6000萬新台幣 正華 但您看長怎樣 都知道這個品牌 因為它是女性內在美內衣的品牌 維多利亞 然後就在下個月 因為她大概一段時間都會推新品 然後會走秀 都會一件最貴最貴的內衣 今年的主題是這一件 高達6000萬台幣 先介紹一下 維多利亞到底是怎麼樣的公司 為什麼它每次服裝秀內衣秀 全世界轟動 這個維多利亞的秘密 當然就是目前是一個 非常夯的一個牌子 那亞洲也有 我有一次去香港的時候 也有特別去看了一下 他們為什麼成功 那其實這家公司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屆的美國的 這個連鎖女性的這個零售店 那產品當然除了這個內衣之外 還有就是包括香水 還有一些簡單的一些睡衣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有1000多家的公司的 這個經營商店 在全球有1000多家的 1000多家 而且生意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我那時候經過香港架上的時候 我記得它最上面促銷的 還有那種類似1000塊幾件的那一種 你可以選六條這樣子 幫你朋友買嘛 我們看下一頁 那下一頁的話就是 這為什麼會有這個維多利亞呢 就是在這個 有一個羅伊雷蒙 這個羅伊雷蒙德 她的這個妻子 她當時認為就是說 在百貨公司買內衣 感覺到很尷尬 那她就是在舊金山 成立這個維多利亞秘密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最早的起源 它是有一點類似那種郵購目錄 還有這個網購 它最早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它後來才衍生到 這個所謂的電視節目做得很大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說 你們感到尷尬的 可以用這個郵購目錄 像這個我個人就是說 我也了解 就是我朋友女朋友去看 比方說經過什麼 有賣內衣的地方的話 像我也會覺得很尷尬 對啊 所以我就可以覺得它 我會了解它的這個用意 所以老闆羅伊雷蒙德 它是因為在 應該說體諒老婆去買內衣的尷尬 才成立這家公司 對 所以它這個就成功了 從生活當中找商機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每年 當然都會有一些最貴的內衣 這當然就是他們主秀的高潮 對不對 哇 今年這個你看 六千萬的台幣 這誰敢摸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內衣會這麼重要呢 你看一看這個 哇 這一件真的是 我感覺到相當 我這個 看到這個內衣 我想到剛才慶榮講的 那個有層次的一籃拉面 對不對 這跟拉面什麼關係啊 這個塑造出會不會是 有層次的身材跟胸部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有沒有層次呢 你看這些超模 我的天啊 這個要去看他們的這個 不是那個要拍那個電視的時候 還有一個秀嘛 對不對 唯獨你也秀 那個票價就是這個 光是進去看 就要1萬英鎊 因為這次 你看在倫敦的話 是1萬英鎊嘛 合台幣就48萬多 快要... 一張票快要50萬台幣 才進得去耶 對... 而且你看喔 這個 坐在下面這一排 你看這個 當然你想想看 坐在最前方 如果你不是食尚界的人士的話 你就像是在挑什麼一樣 我想富豪還是會想去啦 因為畢竟一次集結這麼多超模 也省得很方便嘛 50萬對他們來講 還滿方便的啦 那如果你要參加這個 會後的派對 再加2000 那你算一算 大概60萬台幣 所以展覽過後還有派對秀啊 當然要啊 對不對 有多少人想要來這個地方 對不對 跟他們做一個進一步的接觸 所以應該都是大老闆 有錢人 名媛這些對不對 絕對是的 而且人家就會說嘛 那你們這個主辦單位怎麼這樣子 都只要有錢人 那但是我替這些超模講一句話 坦白說 他們也比較希望有錢人來 所以這個兩邊的話就是互相 他可以杜絕 杜絕一些就是說 對啊 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 每一次3C展覽 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 對啊 靠近這些 這個model 有一些是意圖 似乎有點不詭 那如果你票價比較高 至少就是 不能講絕對隔離啦 但是至少你可以把 大部分的人把它隔離掉 你真會幫鄭華原廠 對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是因為呢 他們要防內建內衣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 6000萬的內衣 因為鄭華還沒把它介紹完 其實我最佩服的 你看 花1380個小時 用1.6萬顆的寶石做成的 相有18克拉的黃金鑽石 黃金鑽石 價值高達200萬美元 慶榮 我先問你一下 你有看過這種鑽石做的內衣嗎 我當然沒看過 鑽石做的內衣 其實我應該這麼多克拉的 其實它所給人的感覺 其實就是它要塑造 維多利亞秘密 是時尚界的 應該說內衣界的 LV的一個形象 送給你50萬一張票 當然要你願意去嗎 當然願意啊 送給我的鑽石 要我買他那不願意 送的一定要去 現在什麼行情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鄭華那麼激動 所以我要問的是 這件內衣你看出什麼層次啊 你講清楚 我的感覺喔 因為它現在只是放在那邊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它這個 你如果真的問我的話 我的回答可能跟專業人士不一樣 好 我倒是希望就是說 同樣一件內衣 不同身材的人穿看看 我們才能看得出來 它到底有什麼功用嗎 有 我們一張圖片 剛好是 這種內衣不需要公用 對啊 這為什麼要公用 我們有一張圖片 剛好是兩個女生的模特兒 因為女生穿起來 其實身材不太一樣 就是這樣 其實我感覺 如果是鑽石太多顆 穿在身上會不舒服吧 對不對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 視覺上的那種效果嘛 對 對啊 就是視覺上的效果 你看那個 你說這個功能 就比方說你看那個 很多的好萊塢的電影片 那個女戰士 拿了一把大劍 身上也只穿兩塊布 為什麼 它就是用反擦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 至少用反擦那種 就是很辣 而且6000萬的內衣袖 你可以畫面上看到 這個兩套 紅色藍色 它是上下 當作一整套的 而且它中間還有那個 鑽石 寶石的墜石 難怪要6000萬新台幣 貴得不得了 我想到一件事了 它真的有一個功能 因為太貴了對不對 所以要慢慢拖 這個我就真的想到 因為你不能用扯的 對 這是我唯一想到的一個 比較有 比較有Sense的功能 完全沒辦法想像 是嗎 OK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這話要講到重點了 因為每一次 維多利亞的秘密秀 他們的服裝秀 真的都會有一個 Top的頂級的產品 除了這一件 是今年的主軸之外 每一年都有一個經典品 對 我們看一下 從2006年開始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是捷克的一個超模 叫做卡洛琳納科卡蛙 650萬 你可以看一下 這套內衣價值 將近兩億新台幣 你可以看到 這背後你可以看到 跟它的一個內衣 這個顏色是搭在一起的 這個很像什麼 很像這種就是白雪公主 有沒有 後面很像那種 雪 雪 雪 在雪地裡面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那一件 是白鑽石嗎 對 那個鑽石 就一億多了 這個就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一個成功的地方 就是說 你看嘛 內衣在怎麼 你說資料在怎麼好 那幾塊布 要賣到幾千塊新台幣 甚至於好幾萬 這個我想 它靠的是那個形象 讓女生覺得說 我只要買了這個 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內衣 它就是一個性感 它是我講 這個在行銷學上 它是一個相當成功的 而且那個質感會跳出來 要讓女生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對 就是說 其他的品牌跟這個 這個完全沒得比 那當然就是說 一億多的新台幣 當然是包括它 脖子上面那個項鍊 這個是搭在一起的 這是在2006年 接著我們來看2009年 這個是美國的名模 叫瑪麗莎米勒 它這個是價值300萬 相當於新台幣是9千萬 9千萬的一個新台幣 這現在便宜一點嗎 這個就 對 就稍微便宜一點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跟剛剛那個比起來 就是剛剛那個看似乎是看起來 比較 比較 跟就是說整個來講 是比較夢幻 那這個2009這個就稍微 就是沒有像剛剛那個 我比較喜歡這一件 蛤 為什麼 我覺得這件沒特色啊 它感覺 這件感覺比較實用一點 剛剛那個 不太用得到吧 你老是想到用的方面 OK 好 第三件呢 好 這個我們來看2010年的 這個巴西名模 阿德瑞娜利馬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這個後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肩膀上面 看起來好像什麼羽毛這類的 翅膀羽毛 所以它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圍多利亞的 這些模特兒 我們常常都很像天使 像2006年那張就很像天使 然後這個2010年 後面也弄得類似 像翅膀這樣子的這個東西 所以看起來他們就是塑造成 女神阿天使阿這一類的 不過這個變化似乎 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多 它這個是價值七百萬美元 這個相當於新台幣是 2.1億新台幣 不過說這個巴西名模 這個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它這個是混血的 包括這個有法國的血統 葡萄牙的血統 跟這個日本跟印第安的 的一個血統 所以你可以看起來 這個看起來是 就是有混血的這種血統 非常的漂亮 混血都很漂亮 對 接著我們看2011年的 這個是冰晶夢幻的那一 澳洲名模米蘭達 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看右邊的 這就又很像 就是類似女神那種形象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也是 用很好的一個鑽石 這個價值是250萬美元 它是走這個比較偏藍色的 這樣子的一個色系 接著我們看2012年 這個是巴西名模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它是用花朵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整個內衣上面 它是有花朵 連這個 這個內衣之間的這個 這個飾品也是很像 通通都是以花朵為靈感 它這個巴西名模 它是亞利桑德拉 安布羅森 它是1981年出生的 它是有義大利跟波蘭的血統 它不是只有漂亮而已 它會講英文 會講葡萄牙語 會講西班牙語 所以是這種就是說 美律與智慧兼具 然後我這樣講 不代表其他沒有智慧 接著我們看一下最貴的 這個應該是 維多利亞的秘密 史上最貴的一個 這是南非的超模叫做 坎蒂斯史汪尼普 你看 它這個內衣是用超過 4200顆的寶石 相砍而成 總價是1000萬美元 剛剛的 一開始講的 6000萬新台幣 跟這比起來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這相當於新台幣是3億了 所以這個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去年應該景氣是比今年好 你看今年只用6000萬台幣 這個是相當於新台幣是3億的 對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美麗的照片 維多利亞秘密 這個內衣秀 雖然它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這家企業做得很成功 還有一點它的行銷 以及性感經濟學 我們請慶榮幫我們做點補充好不好 其實有一時候看那個走秀 它也是一個經濟的 應該說它其實是一個商機 一個商業模式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維多利亞秘密秀 這個叫做時尚秀 這個時尚秀 其實它從1990年就已經開始 每年定期的舉辦了 它當時舉辦的一個時間點 其實都是利用西洋情人節的前後 就那時候是為了要刺激大家 那個時候可能男朋友 想要體貼女朋友的時候 其實送這樣子的內衣 其實它基本上它背後 都有一些商 那個所謂的市場行銷的 一些策略在裡面 所以成功的第一個 timing時間抓得對對不對 對 它一開始是以在情人節前 去做這樣 後來慢慢的演化演化演化 每年這樣一次一次的舉辦之後 它就開始把整個的主軸 開始讓人家開始以非常名貴 或者是一個非常具有那種 最頂級的那種象徵 來訴諸它品牌的形象 那其實他們不管 他們所做的所謂的時尚秀 或者是他們如何去雕塑出 一個這麼貴的一個所謂的內衣 其實都是為了要創造背後的商機 那我們看這商機有多大 其實它一場秀 製作的一個費用 就高達1200萬美金 這是一個非常大 它花這麼多錢去做製作 是為了它同時轉播給180個國家 讓10億的觀眾可以同步看到 這場美麗的時尚秀 所以成功的策略 第二個它在那個傳播 還有包括了行銷廣告 它啃砸大錢 讓全世界都知道 對 這個它半年的 就可以讓它激起它們 就是後續的一些內衣的銷售 所以它們半年的淨銷售 可以高達大概47億美元 這個其實平均每一分鐘 可以賣出600件的內衣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透過一場時尚秀 凝聚全球的注目的光 所謂的注目的光環之後 去激起想要消費的欲望 那就達到它們的效果了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任何一個小小的商機 性感 如果你從另外層面 那就太膚淺的想法了 性感經濟學 這才是厲害了 從中學到了 下個月精彩的畫面就看得到 精彩嗎 台北股市 沒有那樣呢 明天的看盤重點 對 看完這個夢幻內衣之後 回到現實吧 明天啊 大盤既然回撤連線了 那麼就看連線 守不守得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剛剛也提到 我們一個月的平均成本線 即將要止跌回升了 那麼能不能在這邊 由原來的壓力變為支撐 把人氣稍微帶動一下 把整體的市場量能 不要每天都搞個700億嘛 往800億900億 慢慢出現一個 人氣增溫的情況 這是可以觀察的 另外 這兩天是財報的一個高峰期 大家注意到最近 公佈財報好的 不見得會漲停板 但是公佈不好的 必然就會跌停板 那麼這種多空效應 就可以看出來 投資人對財報的看法 是比較嚴苛的在檢驗 在這種狀況之下 能不能就是說 利多你就能夠漲利空嗎 你少跌一點這種效應 對於盤勢來講的話 可以看出市場的信心 那麼指標股看誰呢 我想三個重點 今天高價股跌得重 第一個我們看 今天公佈了營收財報 不錯的大力光跌下來了 能不能守穩 第二個我們看誰呢 第二個我們看統一 你既然去要求求償了 把食品股的氣氛帶上來了 你千萬不要只玩一天 明天繼續玩 那麼在高價股裡面 相對在這兩天表現比較穩的 大概人氣股大概就是宏達電了 宏達電的走勢 它對一般的市場主力心態來說的話 它也有指標性的作用 還有一點喔 國際股市呢 最近其實還是